八十年代的中国艺术在历史上固然是很重要 当中有些什么值得研究的题目呢? 第一个题目是关于艺术学院的教学和图书馆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 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间 中国所有的大学和艺术学院都关门 他们不教学、不招生 在这个时候有很多应该去读书和接受高等教育的人 是没办法去大学读书 1977年的文革结束之后 最重要的事就是恢复高等教育 恢复美术学院 所以当时有十几年的人才一次过进入美术学院 而且竞争非常之激烈 能够进入美术学院读书的学生 全部都是全国精英中的精英 以上提及很多前卫和先进的实验 都是来自美术学院的毕业生 当中的落差是美术学院的教育依旧比较传统 属于苏联式技术性的现实主义 里面的学生是怎样走出这个教育的呢 是否接受其中一些老师的影响呢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研究题目 它的研究难度在于当时很多关于教学的文献 课程大纲都是不公开的 是内部的 中国的很多艺术美术学院 都是没有公开的文献资料库 被人查阅当时的资料 可能因为这种意识还未够强大 也都可能因为这些教学文件 和政策或者财政文件混在一起 因此没有办法公开 近年我们发现一些文件可以被人查阅 例如这封公告就非常精彩了 1977年美术学院第一次恢复招新的简章 我们可以从中知道美术学院的招新要求 有三条是特别有趣的 第一点 政治历史清楚 拥护中国共产党 热爱社会主义 热爱劳动 遵守革命纪律 决心为革命而学习 第一点固然是最重要的 第二点 具有学习美术专业的质素 和一定美术专业的基础 第三点 身体健康 由于文献的缺失和有限性 就在这个课题的研究 就更加需要倚靠口述历史 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 就是他对美术学院老教授的采访 例如这篇访问前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朱乃靖教授 就成为了珍贵的材料 在文献副制作的访问之中 美术学院的情况也都是主要的访谈内容 未来的材料 记录1980至1990年的中国当代艺术中 我们跟张晓刚做了一个访谈 他是一位结出成功的艺术家 他讲述当时在四川美术学院读书的情况 在访问之中 张晓刚提及一个重点 美术学院在文革十年间没有正常运作 恢复正常教学之后 老师都是刚刚请回来学院教书的 他们都很迷惘 不知道应该教什么 老师们不知道应该怎样教 学生也都不知道应该怎样学 变成了真正的教学相长 很多人都说当时的老师 都是一边学一边教 而作为学生 比较年轻或者有探索精神的 就会去图书馆找一些书 然后从书中学到新的风格 例如刚才提到的表现主义 繁高等等 这些都是学院不会教的 但是他们在图书馆的画策 是会读到这些资料 希望学习 但是就一知半解 这样反而显示出 他们自己独特的风格 换言之 图书馆是非常重要的 美术学院的图书馆 有很多新书 但是这些比较新的书 老师是不会讲 也都不知道是什么 所以我们的研究重点之一 就是当时图书馆有些什么书 最好的美术学院图书馆 是浙江美术学院 即是现在位于杭州的中国美术学院 扣入了很多现代的书 但是因为中国当时还没出版这些书 所以其实有很多书都是外语的 例如日语版 英语版等 学生处于一种很奇怪的情况 就是他们只是看图像 但其实不知道艺术家的想法是什么 时代背景是什么 因为他们看不明白外文 所以有很多误解和创意性的解读 出现了他们很独特的风格 这个是值得研究和很有意思的题目 第二个值得研究的题目 就是在不同地区的特殊情况 因为中国的不同地区有非常不同的文化和社会情景 如果将中国作为一个单一单位来研究 其实是非常简单化 严重地忽略了历史、艺术和文化的丰富性 例如广东 广东地区最大的特点 就是它和香港比较接近 七八十年代已经有很频繁的交流 而这些交流造成了两个很重要的影响 第一就是广东地区相比其他中国地方 较早接触消费社会和物质文明 第二点就是流行文化开始进入广东地区 包括香港和台湾的流行曲 通过卡式录音带去到广东 造成了广东整个文化气氛 和中国其他地区的不同 这里的艺术家的作品和工作方式是非常独特的 文献副制作了一部关于广东的当代艺术纪录片 沙特与邓丽君 1980年代的广东当代艺术 另一个很重要的地点就是上海 上海本来是中国的国际大都会 是非常先进和非常现代化的城市 这个城市有现代主义的传统 1920、1930年代期间 包括我刚才所提到的新文化运动 或者现代主义最初萌芽的一些大师 都是在上海居住和活动的 当时的上海美术专业学校 也是中国最重要的美术学校之一 很多现代主义的大师 很多人都潜伏在上海这个地方 很多人都潜伏在上海这个地方 很多人都是上海人或者居住在上海 他们做着各种各样相关或者不相关的工作 例如在工厂做设计师 有一位艺术家陈巨元先生 他在植物园温室做管理员 在1950年至1970年期间 他们的画作是完全不能够展出 甚至完全不能够为人所知 所以当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 这些艺术家马上出来做展览 另外一位有类似背景的艺术家 叫做余有咸 他早在1980年代 就创作过一些很精彩的现代主义风景画 在1980年代中期 开始有些艺术家重新研究 艺术的自律性、思考性和哲学性 他们认为艺术是不需要跟社会有关 因而想摆脱当时艺术为政治服务 这个多年来沉重的包袱 他们不想再借艺术 讲出当时的问题 只是想纯粹做艺术 只是想做关于思想和美学的作品 有些艺术家则认为无论风格是怎样 技巧是怎样 艺术始终要为社会进步而服务 在郁有咸身上 则同时发现了这两种就向 他在创作上各走极端 例如《抽象5》 这张画是他在80年代的风格 是一些抽象的圆形异像 似乎跟道家思想以及宇宙思想有关 但是没多久之后 他又做了与湖南农民谈话 这些具有政治波浦的风格的画作 他拿了一些经典的毛泽东形象 用设计的手段将它们变成花绿绿的 造成一种很流行 很广告化的视觉效果 他用了一些不大批评 也都不大赞扬的曖昧态度 去处理共产中国记忆中的图像 上海以外 还有一个地点就是北京 北京一直都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地点 在1980年代 北京的特点就是有很多外交官 外国的记者和通讯员 当时全国国地有很多人 从来都没见过外国人 而北京就有不少外国人 这些外国人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 他们很多都是年轻的知识分子 或者是欧洲、美国、日本受教育的人 他们很支持实现性的艺术 所以一些北京艺术家 会受到这班朋友的支持 例如他们会从外国 带一些最新的画策给他们 或者说给他们听最新的资讯 艺术家还可以在一些领事馆人员的家里 又或者在领事馆里做展览 因为这些地方的审查比较少 所以出现了一种称为外交艺术的现象 第三个研究主题是关于外国展览 在1980年代以前 中国是没什么外国展览的 所以当每一次有很重要的外国展览 在中国举行 社会就会出现很大和很直接的回响 例如波士顿美术馆的美国名画原作展 它在北京和上海展出 展出了很多美国的当代艺术 包括一些抽象表现主义的画 首次在中国见到原作 很多学生去观赏 非常兴奋 在今天来看 很多在1980年代出现的风格和样式 可以在西方的美术史 找到比较有相类似的作品 但重点不是在中国 在当时可以怎么模仿国外的艺术 而是为什么当时的中国艺术家 在这么多的风格里面 会选取这些风格呢 他们为什么会觉得这些风格有用或者有效呢 另一个重要的展览就是Robert Rosenberg 在1985年来到中国美术馆做的展览 他的作品运用了很多现成物和装置艺术 中国美术馆首次展出这么奇怪 立体 甚至好像杂物 垃圾这样的艺术 造成很大的影响 第四个主题是关于阅读 1980年代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 自共产中国成立以来 出版和知识传播都受到很大的限制 在这种环境下 其实有很多书都不能够出版或者传阅 在1950年至1970年代间 很多知识分子和年轻人都很想读书 但是就没有书可读 唯有暗地里传阅和阅读书籍 这种情况直到文革之后就出现改变 出版系统得以重新正常化 液压了三四十年 很多书籍和新知识一次过出现 蜂拥而至 令到很多社会上的人都觉得读书很重要 以捕捉之前的饥饿 这种文化现象被称之为文化热或者读书热 它的特点就是当时的人 无论收读哪个专业 艺术、社会学或哲学 都会看不同类型的书 艺术家会读现象学 哲学学生会看小说 读文学的会看佛洛伊德 所以这个主题的研究重点 就是着重于当时出版了什么书籍 为什么会出版这些书籍 怎么去选取翻译和出版什么书籍 以及这些书籍对于艺术家有什么影响 80年代其实有很多作品和书 哲学、文字、印刷等的异象有关 例如徐兵的作品《天书》 他用了很多很漂亮的算黑技术 中国字的不同部件 做了几万只仿佛中国字的错题字 然后做了一本书叫做《天书》 书里面的字没有人能够看得明白 但是就做得非常美观 他的展示方法也都非常华丽 另外一个关于书的作品就是王永平的作品 他的作品都非常一针见血 他把中国绘画史和现代西方美术史两本书放入洗衣机 搅拌两分钟 然后他说 这个一百年都解决不了的中西文化问题 他用两分钟就解决了 我说在这一百年都解决了 我说这一百年都解决了 所以我们为了用两分钟 有一百年都解决了